今天没有星星 星星就是希望的眼睛 希望没了 星星就熄灭了 你在想什么呀 同行 自从认识你 我就知道 有一天 你肯定会离开我 在这里的一切 都会变成路过的风景 即使这样 我还是喜欢上了你 我甚至希望你不要恢复记忆 这样就可以永远留在我身边 千语 我会永远留在你身边的 可是你的家人需要你 可我已经不记得他们了 他们对于我来说就跟陌生人一样 我认识的只有你 关美就是我的家 你这样对你的家人来说不残忍吗 他们千辛万苦才找到你 你忍心不回去吗 你这么希望我走吗 我希望你不走你就能不走吗 你妈妈怎么办 你未婚妻怎么办 你的公司怎么办 我跟他们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跟你有关系 千语 我是不会走的 我要留在你身边 留在关美 你不属于关美 以前不是 现在不是 以后更不会是 千语 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啊 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不对劲 不像是吵架的样子 看起来问题还很严重 千语 今天我们去约会吧 你真的是彻底打破 我让千语嫁给有钱人的梦想了 金枝啊 有些事你不知道 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呀我 他呢 在仓库的枕头下面 藏了三百块钱 我一清二楚 那是我存的约会的钱 金枝妈妈 谢谢你没跟我没收啊 我治保了 去办活了 我跟您一起去啊 我跟您一起去啊 我说了 以后这种活我来干就好了 我跟你没有以后 哎 千语 是 关美渔村的开发案 不能因为几只白海豚停止 为了这个项目 森卫友投入了太多的心血 并因为动物保护只是那些刁钻村民 阻止我们的幌子 我们有足够权威的专家说明 开发案不但不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 反而还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张总说的对 对 既然这样 我们立即着手动工 在这之前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宣布 徐总监 请您不要故弄玄虚 有什么事情比官美开发案更重要 单俊昊回来了 怎么回事来了 突然回来了 真是 突然回来了 没想到 这单俊昊竟然还回来了 他们不是说 单俊昊出车祸失踪了吗 对呀 我已经找人去查了 要是让他回不来呢 邱董事你什么意思 张总 邱董事的意思是说 既然单俊昊已经失踪过一次 那就 可以让他再失踪一次 我们是企业家 不是黑社会 我警告你们两个不要给我动歪心思 我张明翰一向是光明正大的竞争 单俊昊回来又能怎么样 现在孙伍佑的总经理依然是我 张明翰 做得好 我个人 做得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嘛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 昨晚跟刚才 我对你的态度都不好 请你谅解 对不起 你在跟我道歉吗 你这么跟我说对不起 未免你的道歉 也太没有诚意了吧 你想让我怎么样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充分表达对我的歉意 什么办法 我除了说对不起 什么也没有 跟我约会吧 怎么样 到现在你还想跟我约会 别忘了 是我把你从你家人身边抢走的 是老汤隐瞒了你身份这么久 你应该和我们猜对 我对他们的感情怎么样是我的权利 我现在要跟你约会 你答不答应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现在应该回家 你的家人在等你 我不要回家 我不要离开你 我要跟你在一起 统号 如果有一天你失踪了 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会有多么无助 多难过 我会无时无刻盼望你回家 那个时候的心情 就是你家人现在的心情 你明白吗 可是我已经没有对他们的记忆了 我的记忆里现在只有你 你之所以失忆就是因为我 之前许子谦说 在被你撞倒之前 我已经出过一次车祸 那次车祸 我之前掉进了海里 我觉得我的失忆 应该跟那次车祸有关系吧 即便是你撞倒的我 我也不会怪你啊 因为你给我带来了新的记忆 无比快乐的记忆 命中注定 我要遇到你 你不觉得我们相遇的方式很特别吗 你救了我两次 这么算下来 我还欠你一条命呢 你真的不恨我吗 你真的不恨我吗